對很多相片在網上分享有關最近大選想法的美國人來說 這是令人沮喪的時刻 推特和面書在一些信息上打上警告 在一些情況下 還屏蔽著對選舉過程和結果做虛假聲明的貼文 而現在他們找到其他地方上網 其中一個是Parler 這個網站承諾不會審查任何內容 目前它是蘋果、iTunes的商店下在最多的應用 而且受到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的歡迎 埃米·佩科夫說 過去幾天他們已經增加了400多萬個新戶口 或者有500萬 他們沒有追蹤下去 美國人是否希望社交媒體公司採取這麼多行動 來到確保網站沒有誤導信息和鼓吹暴力 還是希望互聯網成為融立一切言論的場所 Parler就是在這個分歧當中崛起的 Parler一詞是來自法語 而是廣話 著名的保守派人士 已經湧向這個總部在內華達州的平台 一些人還呼籲其他人離開推特和面書 投向Parler 埃米·佩科夫說 他認為問題是缺乏信任 而當他們聽到有人說 他們是一個沒有偏見 中立又言論自由的平台的時候 他們願意在某一個時刻至少嘗試一下 Parler上的多數對話都呼應特朗普總統某些缺少根據的說法 聲稱11月3日的選舉是民主黨人通過大規模的選民欺詐而偷走的 有人呼籲採取行動有人計劃示威但用戶的做法有時候過了線 顏色州的一名警長呼籲人用暴力對付他聲稱的不讓特朗普連任的民主黨人 當這些貼文在新聞報導當中出現 他的公共帳戶遭到刪除 而他被迫辭職 雖然Parler的算法不會為了吸引用戶關注而為貼文推廣 一家公司說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承諾是認真的 並且不會屏蔽極端主義者的內容 埃米·佩科夫說 他們不屏蔽各種極端人士的言論 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目標是在於推廣所有這些觀點 他們計劃要做的事情是 在可能範圍內提供最大自由 以便大家進行充分討論 這個同面書和推特的創辦使命沒有很大不同 但主要的互聯網公司為了吸引人 而暗示一些更加極端的內容的做法遭到評擊之後 他們已經採取更多步驟 來到壓止錯誤信息的傳播 後來Parler就上場了 它可能意味著 如果這些平台會繼續推廣人士 耶魯大學佛學院維基百科研究員 邁克爾·卡拉尼克拉斯說 這個可能意味著 如果一些平台真的試圖讓人遠離這些一言堂 讓人離開他們想要的 那大家就會轉往其它地方 這個提醒大家 雖然這些平台威力十足 大受歡迎 它仍然無法壟斷 Parler的吸引力 是否能夠持久還是言之過早 不過直至目前來說 在美國因為2020年選舉結果 而盡力應對之際 Parler正在開創一個獨特的數字 聚集處 美國資金記者 馬特·迪波爾 報導 자주看見 旁邊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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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